每一天在淘寶里面的获利有五亿的努力 还在我上涨 对啊 所以他并不在乎 台湾人也会买他的东西 可是他在乎的是你的东西 你会买他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淘寶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那时候打这个新闻 主要的目的是让台湾的消费者 就像小朋友们 很多人喜欢买台湾 台湾东西超便宜 比如说我这一件洋装 台湾买的东西 台湾买的可能50块人民币 如果25也才220块 对啊 这就是淘寶喔 因为东西多嘛 人口大 所以他所有的成本 因为数量有原因降低 可能你在台湾买的同样的东西 在淘寶买都比较便宜 家的运费还是便宜 你知道多少人现在开始上淘寶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给他很要小心啊 是不是 因为你的客人可能全部有淘寶者 那我保护你我再小心我错了吗 没有 我只是下了标题 只要找不到而已 记得就完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标题下的好 后面的事情 就会源源不断的发症 但是要小心啊 我们自己也要小心 就是说 我在这次发的字里面 我没有带到新诞课 攻击毁霸 或者是有任何凋邪 没有啊 好这个是 我们这个方案 比较接纳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 都要小心 因为如果在我们今天 有一点影射 他的企业 或者是有很多商人 他们喜欢 就是如果要讲我家东西好 你就不讲自己好 就说他很烂 有没有 有很多人这样做生意 他不会去讲他自己有多厉害 可是他一天到隔山骂隔壁 那个骂牛肉面的 就是他的面有账号 我也骂牛肉 那骂没有吗 有很多人这样做生意 对不对 可是这样其实是最差劲的 做生意方法 嗯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个课案 其实我自己学了这几年 我做的最成功的一款记者文件 就是这个 所以什么样的文章 能够让记者眼睛一亮 就是读家 首先你要为养记者 养记者 好来大全养记者文养 养记者跟养小的翻译 养小的很厉害 养记者不用发钱的 不发钱不发结真有情 要一直来喂养人的友谊 好牛肉跟他生官发财 建立关系有关系 让一切没有关系 这句话很酷 有关系让一切都没有关系 还蛮厉害的吗 好 为什么 我跟你们说 因为我自己是从记者出生的 所以我在做公关的时候很好操作 因为我知道记者在想着 我们以前做记者最需要的 不是客户杀红包给我 或是送你 一点用都没有 我要的是升官 因为当我能够做长官的时候 我才能决定今天新闻拖手 所以如果乐意去当记者人 都有做梦 因为他希望这个世界的发言权 占上所有的脉筒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乐意做记者人 是有这样的缘故 可是我们常常会以为 我送记者人的一个十万债木桃 对他来讲是有帮助 其实没有 他要的是常常有好新闻 常常有很炫的新闻给他 所以我们常常在分析的交配 怎么交 就是说 比如他是跑产业线的 耿博 比如说他是跑产业线的 但是其实你并不是天天都有 不是天天过点吗 你没有每天都有好议题给他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 张老板那边有什么好事情 陈老板那边有什么好事情 你有把好多好的事情 常常跟他讲 为什么 因为你们可以留意电视新闻 如果你常常在电视上看电路 有一段新闻 有一些时候 他一直在拨什么鸟 掉在地下死了 然后旁边又有一只鸟 跑过来安慰他 好像很悲伤 但是表现是记者的新闻 没有哏 他没有事情做 看到东西赶快打电话 不要迟疑 不是打电视才够 张老板那边新闻是很特殊 对 你讲的是那个燕子出事 很多国外 对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可以讲人 为什么要讲鸟 要是人没有事情 人都没有鸟事 所以都没有东西报了 他只好去报当鸟 所以当你们 我们自己看电视 我觉得那种公关的角度 跟俄罗大部分不一样 我们一看到那个新闻 就知道最近这个记者 他一定没事干的 对不对 就是帮帮他了 你嘛可能 没有意图 赶快救他 为什么 这就是友情了 有没有 因为你不是天天过年 但是你一定有很多 父亲 他不会比我 他既然绑你的线 表示你有很多朋友 跟你可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可以放一点点 如常大量 把朋友有趣的独家给计算 让他可以有事情做 这就是友谊 因为他的独家 会变成他生官发财的那个 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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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